因為中度颱風天鵝的影響 不時可以看到一波波的巨浪 不斷拍打著沙灘和瀟波塊 8月21號下午 立法委員劉兆豪 火同大五香香掌 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公務總局大五公路段人員 前往台九縣439.3公里處 大五香南興海岸進行視察 台九縣南興路段439K附近 因為長期來受海浪的侵蚀 所以這次在台九縣南威 安瘦道草浦的隧道工程裡面 就把所挖出來土方 然後進行南興路段的養護工程 但這兩天我們就獲獲民眾的陳情 因為從上一次的蘇堤的颱風 到這次的天有颱風 對公路附近住家的侵蚀非常嚴重 可以看到陳情的民眾建築物後方的海岸砂石 因為先前幾個颱風已經受到嚴重的侵蚀 此路段由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公路總局大五公路段合作鎮進行養灘維護 旁邊還可以看到挖土機正在進行作業 聽完簡報後立法委員劉趙豪建議工程人員 能改在天有颱風來洗錢 處理建築物後方的區域 優先保護民眾的身家財產 民眾的陳情也跟公路總局來協調 現在把整個請到這樣子養灘的整個工程 對迫切有民眾有需求保護的對象的地帶 我們先行的請他來施作 特別是這次又有颱風靠近 我們希望這個整個急救的一個過程當中 緊急防護的過程可以讓民宅可以保護 不過長遠上看起來我們還是會要求公路總局 對整個台九線南興路段附近的 整個海岸侵蚀的地方 我們希望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解決方法 相信有中央和地方公家機關的配合 能讓長久困擾台東的海岸侵蚀問題得到改善 東海新聞溫格 劉大游 大五香 採訪報導